米娜呢 是现在37岁 是 那是在32岁的时候 发现得到乳癌 是 当时你是怎么发现 我自己是洗澡的时候 然后在身上摸到 一个滑动的小肿块这样 然后那时候一摸到 我就想说 可能大家就会想说 可能是纤维囊肿啊这样子 所以就去医院做了检查 那其实一开始 我连续去了两家医院 医师都跟我说 我觉得你的年纪很轻 而且这个肿瘤的样子 也像是良性的 都建议我可以再追踪这样 不过后来 因为我就一直问医生说 那良性会不会变恶性啊 就问了一些问题 医师就说那这样好了 如果你那么紧张的话 我帮你做切片 结果就一切片 就发现是恶性的 还好还好还好 那恶性是第几期 恶性是一期 一期 因为医师本来的想法是说 我可以先回去自己观察看看 他说你半年后再来 对对观察看看这样子 如果半年可能就不错了 对啊 那现在你刚刚 我刚刚一来 看到他又年纪又漂亮 然后我吓一大跳 因为我自己姐姐也是乳癌嘛 然后他一发现就是默契了 所以我也算是高危险去 当时我的医生就告诉我 台湾的两个 现在双高峰是40岁和50岁 两个双高峰 所以现在没有想到 他三字头的都出现了 32 是 第二位医师其实也是持相同的看法 他也觉得良性的几率是很高的 也是跟我说不用担心 但是后来刚刚有提到医师 后来就决定帮我切片嘛 然后我还记得我去看报告那一天 就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心情 去看报告这样 然后我进去诊监 医师把报告拿起来就说 你今天自己来吗 他认为说应该是 这个病情是蛮严重 所以你怎么会只有一个人来 对 因为他打开来报告 他发现是恶性他也吓一跳 然后因为重大疾病的宣布 通常会希望家属也在 情绪伤会比较稳定 后来就是医师在医师的坚持下 就是把老公直接叫过来 怎么叫医师坚持下 我先生后来就来现场跟我一起看报告 那本来他是没有打算来的 本来是我自己去看 我没有要挑拨啦 对对对 我本来其实跟医师说我可以自己看 对 不过医师觉得这种事情 应该要两个人一起做 所以我就一直呼唤我老公 把他叫过来这样子 后来我们就一起看了报告 那请教一下慧文 为什么32岁会得啊 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 一直医界也在探寻这个原因当中 因为他们有不排除几个可能性 一个是我们饮食西化的关系 饮食大家就是吃的比较精致等等 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外食 饮食精致 对还有外食足很多 还有包括一些塑化剂的影响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想我们的 其实我们乳癌患者很多人过去会认为说 好像有家族史是相关性 其实那个相关性现在发现是相对低的 其实很多的都是他不一定有家族史 不一定你的姐姐妹妹或是你的妈妈也是乳癌患者 可能你就是像米娜我听说也是 就是没有什么相关的病史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会发现是环境因素影响更大 老公也应该是三十几岁吧 对那他听到你得乳癌而且是恶性 这个事情对他冲击大吗 我觉得冲击非常大 对那时候我们大概结婚大概三个月吧 新婚 对刚新婚 像炸弹一样 其实那时候刚结婚还在彼此适应 就是多家里多增加一个人嘛 然后我先生以先生的身份帮我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病理报告 对对 那对他的冲击有多大那个应该怎么讲 应该就是说他那时候有一天晚上 他就跟我说他其实觉得 我们这个年龄跟死亡的距离 应该是很遥远的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死亡会离我们那么近 就发生在我们身上 然后呢两个人讲话就只有这样吗 难道不会讲更多吗 然后就就是郁郁寡欢的睡着了这样 没有就花了一段时间调试跟 像我觉得通常人家得重病的时候 还有一个困难点就是要怎么跟长辈说 你知道 你们当时跟爸妈那些沟通的都还好吧 是我觉得我算是蛮幸运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沟通是比较 但我们算是沟通的蛮顺利的 就是跟家里讲 你认为你才32岁就得到乳癌 是有遗传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没有遗传因素 但是那时候也有询问医师 医师说其实他也没办法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他觉得现在年轻人那么多 他觉得环境荷尔蒙的因素影响很大 比如说塑化剂 地沟油 外食 他觉得影响蛮大 不过我们自己倒推 就是说在我的妈妈爸爸那一代 乳癌是什么东西 他们真的都不知道 你知道 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开始 那我就在探讨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饮食西化之后 就是那个牛奶油脂的品的东西 吸取太多之后 然后才有这样的可能 那请教一下明娜 你自己有去回想 检讨说你到底在饮食或生活习惯上 或者是作息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要改善的地方吗 有认真回想一下 然后就觉得自己青菜好像吃不够 运动好像是不是可以多加一点啊 或是生活压力有没有适当的疏解 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都有影响 然后有去调整一下生活的心态 你觉得你那时候压力很大吗 就是还不知道自己得癌症的时候 你的工作那时候是 我自己觉得还好 就是对对对 所以也许是运动量不高 也许 这个很难说 对啊 很难说 所以你的外食呢 唯一有自己煮 有自己煮 我刚才已经帮你问过 他是一个完全找不出 他吃得很健康 然后什么都很健康的人 这真的是中头奖的感觉 如果很多东西有逻辑 我们就避免这件事情 然后还觉得 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想 我为什么会得这个 对 特别才32岁而已 可是讲实话 再怎么想也想不出原因来 是 哦